先请教一下罗医师 有哪些东西要多吃 好的 我们刚才提到地中海饮食 其实在我们有关于预防失智症 最重要就是鱼类 这蛮好的 多吃鱼又聪明嘛 那老人家延缓失智症 因为鱼类本身很多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 尤其重要的是DHA EPA 在他营养学专家 营养学研究叫做黄金脑 就是脑黄金一样的意思 就是跟黄金 跟我们脑的保健也很有帮助 所以餐餐都要吗 还是一天一次就OK 营养专家有研究过 一个礼拜最好吃六次的鱼 就几乎天天了对不对 但是鱼是不是也好挑啊 是的 像我们刚刚有提过就是重金属 有可能会导致失智症的发生 那其实很多大型的深海鱼类来讲的话 它的重金属海洋是非常高 因为它在食物练得很顶层的地方 那如同就刚刚有提到说 今天这尾是秋刀鱼嘛 对 它是小鱼 那其实像地中海饮食常见还有青花鱼 就是青鱼嘛 青鱼 对 青鱼也很好 对 这些鱼有几个重点 是说第一个它们比较没有环保上的顾虑 我们吃起来会比较安心 同时呢 小鱼的营养价值并不逊于那些大型的深海鱼类 是这样子 小鱼是不是也比较便宜一点 对 比较便宜一点 布拉鱼这些的时候 布拉鱼 布拉鱼还不错 布拉鱼不环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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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那个什么 就像这种大小的话正好 对 沙丁鱼 秋刀鱼都蛮不错的 那本身我们它 第二个预防师是要多吃一点 黄绿色的蔬菜水果 我们叫南瓜 这个空心菜 因为它本身我们这些 这里面它很多这种属于维生素的部分 对我们的这种脑细胞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脑细胞的稳定都需要一些 黄绿色的蔬菜水果 可是有些老人家都说 那个蔬菜咬没法 有时候带假鱼咬没法 所以这个南瓜的话倒是不错 对不对 滚热热就比较好吃 而且很多糖尿病的患者 是三高的 像南瓜还不错 它是一个不错的食材 好 黄绿色的蔬菜 好 另外来看到的是咖哩 咖哩也可以吗 咖哩有研究印度常吃咖哩的 所以印度人都没有失智吗 印度人是美国人失智的 它只剩四十分之一 所以是不错的 咖哩它本身的姜黄素 它对于预防抗氧化 预防血管的硬化 神经的病变 这种是蛮有帮助的 常吃咖哩还不错 其实发现少吃都比没吃的效果好 至少多吃一点咖哩 像日本人也吃很多咖哩 日式的咖哩 是啊 这种咖哩芥末 上少量的辛香料真的是不错的 那辣椒呢 辣椒有效吗 当然是不能太重口味 不能太重口味 练功的人是不是在饮食的部分 也会特别注意 对 其实都是要配合的 尤其在饮食方面 其实我们是提倡大家多素食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 很多的这些疫情发展下来 几乎每一个疫情 都跟某一种的动物有关系 所以其实多吃蔬果是有类 所以我们在摄取的时候 我们强调的就是一种均衡性的摄取 就是不偏颇的 而且在均衡性的摄取的时候 均衡性的养分 还需要有均衡性的吸收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 它是饮食过度 甚至于是因为吸收的问题 哪怕是我们真的均衡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办法能够好好的吸收利用 它到后面还是囤积以后会造成问题 好那罗医师另外还有坚果类的 对 刚才我们的地中海也有提到坚果对吧 我们这杏仁 核桃 腰果 核桃大家都说可以补脑 对 它就像脑 对 主神主知觉都很专业了 就是说它就是能够对我们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包含维生素C 伊 还有我们这贝塔胡萝卜素都很丰富的 可以预防我们血管的抗氧化跟发炎的状况 是是是 好那再来就是绿豆 红豆 绿豆汤 红豆汤 对 这五穀杂粮奶蛋豆类上都要补充 这种绿豆 黄豆它很多这种 它尤其比较没有带壳的这一块 一定要让它煮 让它成分比较容易出来 对我们的神经细胞的稳定都有帮助 对 好那接着看五穀杂粮 对 超米 燕麦 都是跟五穀杂粮有关 反正都是我们健康饮食